此题为油水硫酸酮25公克 溶于溶济100公克水中求其浓度为何 因为它是结晶水 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将结晶水的油水硫酸酮拆开来 拆出硫酸酮以及结晶水重量各为何 因此我们先写出硫酸酮适量 硫酸酮5倍的结晶水适量等于160 加上5倍乘上18等于250克除木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硫酸酮结晶水含结晶水中 存硫酸酮的部分是250克中有160克 结晶水则为250克中含60克 所以我们可以结算出硫酸酮 硫酸酮没有结晶水的部分 等于25公克乘上250分之160等于16克 则结晶水的部分 则为25公克减掉16克等于9公克 此题是要计算出油水硫酸酮浓度各为何 因此我们方便计算 所以第一步先列出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找出溶质的重量 即溶剂重量 还有溶液的重量 进而可找出溶质的磨素 溶剂的磨素跟溶液的体积 对于含结晶水的硫酸酮酮作为溶剂中 其中结晶水应该要列为溶剂 所以溶质的部分要计算为无水硫酸酮 因此无水硫酸酮的部分为16克 所以硫酸酮溶质重为16公克 因此溶剂为9公克的结晶水 加上溶剂100公克的水 等于109公克 所以溶液中为16加109 等于125公克 因此这地方就为第一小题 水的重量的答案 109公克 而第二小题是要求溶酸酮 使溶液的重量百分率浓度 因此我们按照定义 重量百分率为 溶液的重量中所含溶值的重量 两者单位都为 克 因此带入数据 溶液重为125公克 溶值重为16公克 等于0.128公克 因此为12.8公克 这是第二小题答案 而第三小题要求的是 体积磨浓度 即C大M 按照定义为 每公升溶液的体积 所含溶值的磨耳数 因此我们必须要先找出溶值磨耳数 即溶液的体积 所以我们可以由溶值重量 找出溶值磨耳数 借由溶值磨耳数量 因此重量除以适量160克除磨耳 可以得到溶值磨耳数为 16除160等于0.1磨耳 而溶液重量为125公克 因此除余密度为1克除Cm三方 因此溶液体积为125除1等于125cm三方 也等于125毫升 因此体积磨耳度将数据带进去 就等于15毫升要转换为公升 所以125要乘上10的负三 单位才为公升 磨耳数为0.1磨耳 计算完之后 为0.8m 第三小题的答案